为了节能,目前国内的百货公司、超商等20类业者规定室内温度要在26度以上。 能源局打算把规定扩大到电影院,把全台109家电影院共738个影厅纳馆。 今年夏天会先和业者来讨论测量的方法。 考量电影院人多,目前电影院的温度大多控制在22度左右,不过为了节能,经济部能源局打算要求电影院温度要提高到26度,民众看法不一。 从2013年起,能源局已经指定包括百货公司、超商、旅馆等20类业者必须进行强制节能,室内温度要维持在26度以上,现在也打算把电影院指定为第21类业者,把全台109家电影院共738个影厅纳馆,也会在电影院门口进行出口民调,看不同类型的电影,是否需要规定不同的温度。 男员局表示,因为影厅有大有小,今年夏天会先和业者讨论出测量方法,以不干扰民众看电影为前提做测量,目前尚未定出全面实施的时间点,不过节能工作当然希望越快越好,一旦上路,违规且不改善业者,最高可以罚10万元。 记者许恒斯,陈兴隆,台北报道。